三年前有一群人 冲到中国人民银行位于河南郑州的分行前 拉布条大喊李克强查河南 很多人还在纳闷是不是不敢喊习近平 还是觉得李克强比较会做事 这时候突然就来了一群白衣人 包围抗育群众之后一阵拳打脚踢 有人被打昏 还有人被当众拖刑 不少人被送医 这群人就是我们上个月 报道过的河南红马维权人士 他们把自己的老本父母的退休金 全部都存进了河南四间银行生利息 但四月开始前就领不出来了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受害者多达40万人 涉案金额高达400亿人民币 许多身在外地的存户亲自去河南领钱 却因为健康马变成红色 哪里都去不了 红马事件爆出来之后 好几个当地官员被惩处 但钱还是领不出来 于是就了这一次的抗议 来的人估计有三千多人 原以为这次的抗议 当局有可能会帮他们 没想到却被横打一顿 大家好我是范琦 欢迎收看范琦的测得看世界 其中一名被打的存户 是31岁的冯小姐 她告诉纽石 自己把作为的积蓄 跟爸爸的退休金 存进了其中一间银行 总金额相当于台币492万 这笔钱要是没了 她不但付不起产检的钱 肚子里小孩生出来也养不起 才大老远的从哈尔比特来领钱 却被白衣男暴力对待 肚子还痛了起来 索性检查之后没有大碍 另一个来自杭州的张小姐 则是被白衣男狠踢腹部 但是怕被当局拘留 早早包扎就带着商讨回家 他们都不懂自己只是想领钱而已 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 存户被打的画面被放上网之后 有人就指出白衣男其实是变异警察 可能还有黑道的势力介入引发公愤 直到中日的晚上 当局才松口会制定处置的方案 接着宣布由官方分批点付 就是先帮银行带电还钱 存款金额在人民币5万以下的先赔 5万以上的陆续还 但很多人都是几十几百万的存 不知道哪一天钱才能拿回来 我们之前报道过 卷入的四间银行都是村镇银行 是中国当局为了偏乡农村需求 所量身打造 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乡民 而且资本额不用太高 只要有个大银行当股东 就可以申请成立 注意哦 村镇银行是叫银行没有错 但并不属于正式的银行体系 这种小银行的优点是灵活 比方说申请贷款好了 大型商业银行得要多关审核 但是村镇银行只要把文件备妥 钱很快就可以下来 缺点当然就是很难监管 有梅里指出 第一 村镇银行因为不是正式的银行体系 也没有接入中国央行的结算系统 银行里面有多少钱 有没有超贷 捅出来动有多大 中央监管单位不主动查 就不会知道 对村镇银行来说 只服务地方非常的不划算 因为资金都来自当地人的存款 相关业务赚不了什么钱 于是就透过监管不周的漏洞 扒高利率的投资产品 用网络平台往全国推 吸引其他省份的人来存钱 虽然去年1月当局禁止 透过第三方平台投资高利产品 但这些银行往往只是换个平台 继续卖 第二 银行的股东是谁也很难查清楚 很多村镇银行的大股东 其实都是地产商 像是河南四间银行背后的许昌农商行 大股东里面就有好几个房地产公司 这是因为村镇银行的规模比较小 只要花一点钱 就可以当大股东左右银行的决策 要跟银行借钱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但去年中国房地产爆雷 加上疫情封城 政府打房 房地产生意不如以往 就还不出钱了 第三 连存户的钱 是不是真的进了村镇银行的户头 都很难查 一般来说 线上转账都会收到确认的通知 打开网路银行 也可以看到存款金额对吧 但是河南许昌警方指出 许昌农商行很有可能 透过空壳科技公司 发出假的通知 存户以为钱 有转进村镇银行的户头 其实这笔钱早就被转走了 人民大学的教授何平 就告诉三联生活周刊 由于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还没有网路金融 所以这一块没有相应的规范监管 也几乎不可能 目前银保监会相关的部门 已经表明 只要是依法办理的业务 都会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就有网友分析 往好处想的是 只要政府承认大家的存款 都是合法办理的 消失的钱就可能补回 但往坏的方向发展 政府大可以直接宣布 线上购买金融商品通通违法 不受法律的保护 大家的损失就只能自行承担 这一连串消息还导致其他银行 陆续传出挤兑的情况 辽宁丹东银行在上个月 红码事件之后就有大批存户排队领钱 上海多间银行也有人领钱 银行还用防疫当借口控制人数 中国四大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 某分行也传出限制提款金额 每天只能领1000人民币 这都显示中国民众不信任银行 不敢继续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挤兑风险如果蔓延到全国 很可能会引爆潜在的金融危机 这次的事件还点出另一个问题 就是地方政府的经济会不会被拖下水 刚刚说了这个分批垫付 用的是河南地方政府的钱 安徽省出问题的银行 也是由地方政府先电 《燃华早报》指出 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靠的是 第一卖公家的地 第二公营企业的利润 第三是税收 但现在房地产市场萎缩 疫情封城之后 企业利润大受影响 税本来就收不了多少 三个裁员都不大行 地方政府早就没钱了 而且基础建设还是得做 不够钱就得要靠地方政府 自己想办法 以前跟银行借 现在呢银行面临危机 那地方政府怎么办呢 于是很多人就发现 不少地方政府就开始推城投债 就是把政府的债 打包成债券叫民众买 一名在卖城投债 在李专告诉南华早报 城投债的报酬率高达10% 跟银行定存的1.5% 比起来很有吸引力 但只要政府换人做 或基础建设计划停了 投资户就变成被割的韭菜 钱绝对拿不回来 如果当局不打击这些金融产品 城投债绝对会比合法的理财商品 发展的更好 地方政府债台高竹 也会加重中国总体债务的压力 南华早报指出 今年第一季中国总体债务占GDP比例 达268.2% 后天要发布的第二季经济数据也不乐观 彭博社预估可能没有办法实现 中国今年GDP全年增长5.5%的目标 中国已经因为之前的上海封城经济受重创 也没有打算停止青年的脚步 这一周又传出多个地区疫情卷土重来 经济真的没有问题吗 许多西方媒体 比如华尔街日报都提到中国政府 多年来炒作国祖主义 把西方国家形容为敌对势力 但这一次却看到抗议群众 拿着英文写的抗议布条 还有人到美国大使馆的微博去留言 希望西方社会提供元首讨回公道 还有抗议民众说 将来还会再回来抗议 因为要抗议政府才会有反应 今天我想问大家的是 抗议这个在民主国家稀松平常的概念 有可能在中国深根吗 今天特别感谢任瑞婷的协助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一个订阅LINE TODAY官方帐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对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 里面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基北的自在看世界 天灵为你经许选择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动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